你好,欢迎收看KiniTV快报,我是叶思雨 行动党袁老林吉祥发表的 非马来人也可以当首相言论引发争议后 土著团结党青年团团长袁怀哨要求首相安华修改宪法 限定只有马来穆斯林才可以当首相 让行动党死了这条心 安华对此批评,在野党刻意挑起问题 目的是为了制造族群纷争 安华今天被记者问及时指出 在野党无中生有的制造问题 并呼吁他们与其在这个课题上大做文章 还不如想办法帮忙提振经济并减轻人民的负担 安华指出,从我国独立至今 所有的首相人选都是马来人 即使是反对党的首相人选也都是马来人 因此没有讨论修改宪法的必要 他接着强调,政府保障所有人民的权益 只要是马来西亚国民 不论来自哪个族群或区域都将受到保障 沙拉越巴卡拉兰州议员巴鲁比安 则对袁怀哨的倡议感到失望 抨击他为了自身议程 不惜玩弄种族和宗教课题 巴鲁比安告诉当今大马 他认同公正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的说法 出任首相的人必须是国会议员 且拥有国会的支持 但宗教和族群并不是先决条件 巴鲁比安也是前史兰沟国会议员 他对于许多人掉入袁怀哨的谬论感到遗憾 并相信沙拉越和沙巴的议员都不会支持安华 按照袁怀哨的倡议修改宪法 今年11月林季强发布了一篇在英国曼切斯特 对当地马来西亚留学生的演讲文章 当中指出马来西亚宪法允许非马来人出任首相 并表明希望马来西亚能够在百年内迎来非马来人首相 这番言论随即引发争议 警方在接户报案后展开调查 而林季强已经在前天到警局给供 捍卫自由律师团也认为 袁怀哨发表了种族主义的言论 并违反宪法精神 捍卫自由律师团总监在一马力批评 袁怀哨身为国会议员 却建议通过类似种族隔离措施的法律 甚至要将他纳入国家最高法律之中 在一直言 这种修宪最终都会被法庭驳回 而且宪法不能修订成不符合大马独立时 所制定的民主和平等价值 他借着抨击 国盟领袖总是制造马来人的恐惧 然而这样的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 因为联邦宪法已经缠名 改变马来穆斯林的特殊地位 需要获得马来统治者会议的时刻 守护多元 对抗极端 如果你认同Kini TV和当今大马的编辑原则 欢迎你以实际行动捐款支持我们 只需要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就能一键捐款 有了你在经济上的支持 我们才能在独立媒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我们也欢迎你留下方明或保号 好让我们以后通过Kini TV快报的跑马灯 公开感谢你的支持 关于非巫裔是否有资格担任首相的辩论 也让另一个有趣的争论再次浮现 那就是马来西亚史上是否曾经有非巫裔 担任代首相一职 网络流传 1988年巫统被吊销注册时 政府控制权曾经短暂交给时任交通部部长 兼马华总会长林良时 直到巫统重新注册为政党加入国阵 经当今大马查证发现 林良时曾经在1988年2月16号 短暂担任国阵主席 但并没有充当临时首相 马华前副总会长郑联科 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也证实这件事 并指出马哈迪在当时的危机时刻 依然保持下议院多数支持 因此能继续担任首相 至于另一个声称 国大党前主席善班丹 曾经代任首相一天的说法 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想知道答案欢迎点击资讯栏里的链接 阅读当今大马完整报道 换个焦点 一名公民状告前朝政府终止马新高铁HSR计划 并索赔100万利级 不过高亭以此错混淆和没有明确诉讼原因 驳回了他的诉讼 吉隆坡高亭今早驳回公民 莫哈莫哈达沙努利 起诉前首相马哈迪和慕尤丁等的民事诉讼 司法专员洛斯马瓦指出 法庭在阅览诉状后发现 莫哈莫哈达并没有具体说明 五个答辩方如何行为不当 他表示虽然莫哈莫哈达声称 取消马新高铁计划导致浪费公帑 但他的诉讼却是为了从公帑中获取金钱利益 滥用了诉讼程序 而法庭需要防止这类投机活动 洛斯马瓦随后预令 莫哈莫哈达致付1万令吉堂费给五个答辩方 莫哈莫哈达是在去年12月 以代表自己和受影响的 逾3200万名大马人的名义 起诉马哈迪·慕尤丁 前首相所部长穆斯达法 前交通部部长魏家祥和大马政府 他在诉状中指控 马哈迪和慕尤丁疏乎和滥用职权 终止马兴高铁计划 导致政府和大马全民 必须赔偿新加坡政府违约赔款 前巫统最高理事伊山被开除党籍后 讥讽巫统领袖 只要批评行动党 就会遭到对付 而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正在带着巫统撞冰山 伊山接受TVperTV的采访时指出 巫统已经偏离斗争轨道 而身为船长的扎西 带着巫统这艘船撞向冰山 他直言 自己是因为频频批评行动党 才被开除 更讽刺说 巫统领袖别想再批评行动党 伊山接着表示 巫统数十年来 都在为马来人和穆斯林斗争 他无法认同行动党所说的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 因为这如同消除马来人特权 今年9月 伊山曾宣称巫统最高理事会 打算开除他及一些党员 他当时说 虽然他赞同国阵 在国家元首预令下 与西蒙合作组团结政府 但他不同意在选举中与西蒙合作 国阵在干嘛碗补选落败后 伊山批评 是因为巫统与行动党合作 才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他还抨击部分巫统领袖 舔行动党的行为 只会让巫统继续在选举失利 扎西随后挑战伊山 在巫统最高理事会议上表达不满 不过伊山拒绝出席 并表示会继续抗议巫统与行动党合作 巫统最高理事会最终 在12月7号议决 隔除伊山的党籍 经济部部长拉斐兹 不满亲国盟的TikTok网红 造谣诋毁 决定邀请对方出席辩论 当面对峙 拉斐兹也是公正党属理主席 他在社交媒体X批评 这些网红向民众散播不识谎言 试图在一些课题上左右公众舆论 对团结政府造成威胁 他警告 警方可以对付散播不识谎言的网名 和贴文留言者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采取民事诉讼起诉他们 拉斐兹直言 人们不该躲在网络身份后面散播谎言 并表示自己已经邀请了 经常在TikTok批评团结政府的网红 YB VIRAL在1月8号出席一场名为 拷问部长Yanbaka Mentary的播客节目 而这个节目将在拉斐兹的社交媒体直播 拉斐兹表示自己会提供对方足够的拷问空间 让YB VIRAL有机会证明 他一直宣称拉斐兹是最笨部长的论述 不过YB VIRAL随即发影片 抨击拉斐兹威胁网民 更质问对方是否也会对付 批评团结政府的学者 批评团结政府的 批评团结政府的 别忘了订阅KinneyTV的面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